大家好,我是馬丁 最近有夥伴提到在 将硝酸银转换为纯银的时候遇到困难 今天这集我就重新演示如何操作 顺便总结一下硝酸银还原的方法 首先是最简单的 就是利用铜棒 将硝酸银透过置换反应还原为纯银 虽然号称是纯银 但过程中难免会有铜的碎屑混杂在里面 置换效应的另外一个要求是 水里面不能有残余的硝酸 否则置换出来的金属会很快的又重新溶解在液体中 另外一种方法则是用电解法 同样的这种方法也要求电解液里面没有多余的硝酸 当然你还需要购置一套电解设备 再来就是用氯化物将硝酸银转化为氯化银 再将氯化银还原为纯银 氯化物一般会选用盐酸或是氯化钠 我比较喜欢用氯化钠 但是这支影片中我用的是盐酸 盐酸中的氯会和硝酸银作用 将硝酸银转化为乳白色的氯化银 硝酸则会被还原 而其他的金属会继续留在水中 我的硝酸银溶液是蓝绿色的 代表里面有混杂、铜、锡等等建金属 我不停地加入盐酸并且搅拌 直到水里面不再出现白色的氯化银为止 接着就是等待氯化银完全沉淀 沉淀之后再用大量清水清洗 清洗干净之后就可以准备用砂糖 与氢氧化钠将氯化银还原为纯银了 我先将砂糖加入氯化银中 让剩余的水分将糖分融化 这样可以让砂糖均匀分布 避免结块 接着再加入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会让氯化银立即变色 随着我的搅拌反应不断的进行 颜色会越变越黑 如果没有越变越黑 你可以再加一些糖与氢氧化钠 进行到最后细小的纯银颗粒会附着在烧杯上 形成类似镜子一样的效果 当我们观察到这样的结果 代表反应已经完成 最后一步就是将糖水清洗干净 我将银粉烘干后拿来跟置换还原 与电解还原的银来做比较 置换还原的银颗粒粗颜色白 纯度大概在98%到99%左右 化学还原的银颗粒细致 但是由于有糖残留 所以结成块状而且颜色偏灰 这种还原法纯度可以到达99.5%以上 而电解还原的银颗粒 从细粉状到片状都有 颜色是纯银色 电解还原法的纯度 有机会可以到达99.9%以上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一集再见